打1号进去撞14号 把14号撞走 打8号底带 这种球非常常见 所以像这种可以球的话 其实主要是要判断白球 它是不是能够撞到14号 等于这种球 我们一定不能先K到8号球了 一定要K到14号 用一个中高杆 所以我们在这种K球的时候 一定要判断好 是要去K8号还是K14号 这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球如果K到8号了 的话就容易K成现在这个局面 这样没有继续进攻8号的机会了 它是这球如果我单K的 我是单载K8 把K8撞到中在这附近白球走到这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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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其实主要是要K到8号球的右半部分 对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交到8号的这个左边中带 是 如果这球K到14会是什么样 14像我不太好计算了 就想到了 可能会沾连 所以这球不能K到14号 最好还是K的8号球 如果是K的他们两球中间的话 就有可能K出这种局面 8号需要打底带 这要平衡准度 这个球大家很常见 这要K他们两个的中间 很有机会他们两个都K起来 那我这球我就想先K4号这边 我想加点旋转 加点左边旋转 再带一下7号 完美 跟我想的一样 那这个球可不可以先去K7然后再去K4呢 加点右赛的话 角度先撞7他这个再K这边不好过去不好过去 感觉不是顺的 他把旋转会撞得很远 如果先撞这里我加点赛 这往这边绳转一下 我撞完它还能带一条漆 对如果K7的话 就能看现在这个效果 对啊 可能不合适 根据球的变化 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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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